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亲爱的听众朋友 这里是由多伦多佛光山佛光会联合录制的节目 与幸福有约 我是主持人吕杰 今天我们的播音室还是我们的老朋友 多伦多佛光山寺的主持永固法师 顾师傅您好 吕杰还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那么今天按照我们的计划 应该是我们第三个单元了 阅读人间 对 那不知道我们今天阅读什么呢 可以阅读的真的是很多 那么之前跟大家提过 我们所谓阅读 不一定是读一本书 也可以是一部电影 可以是一张图画相片 一首歌 一部电影 今天更特别一点 我们可以来读一样 我们要读许多东西的东西 这到底怎么讲 是什么东西呢 其实这个星期 是我们人间学院的佛学班开课了 我们有我们要上课要阅读的教材 另外今天也特别想跟大家再分享的 还有我们第一次开办的 佛光青年书院也开学了 这个活动好像蛮大的 好像持续好几周是吗 你说青年书院 对 青年书院这是第一期开课 这一期就六周 连续六个weekend 那么对象是我们的佛光青年 那这些年轻人 有来自我们的佛光青年团 也有来自我们在多伦多大学 跟华铁卢大学 这两所大学 我们都有设立这个佛光学社 我们简称为BLC 就是Buddhist Light Club 就是一个社团的简称 那么一共这一期招 就是说录取的有17位 17位年轻人 那他们就星期六 这个上午11点就来报到 那么一直到这个晚上要住宿 就挂呆下来 星期天这个中餐过后 才这两天一夜的课程 才这个一个段落 那么一共为期有六周 说实话 这个我一看到这个整个的这个流程 我觉得我真的蛮佩服这些青年 那个是想当初 我们当时这么年轻的时候 那个玩性是很重的 然后呢本身的学习又重 然后呢又要抽出时间来 又来参加这个课程 而且是周末 而且是要在寺院挂单 是 这个没有一定的恒心和毅力 是很难坚持的 是 其实这个时段 把它选出来 然后跟年轻人是有商量过的 确实年轻人 像如你刚刚讲的 他们也有他们的 在学校的一些活动嘛 对 加上青年团也有活动 那么 这就是课业 尤其有一些是刚刚才过来 自己才留学 对 那他们的语言还要再加强等等 有许多考量 所以还是有17个人 能够录取 那么来 这个就 就是说学习 确实真的是很有心 嗯 真的很有心 是 那其实要有心的话 不止他们17位了 另外有两位 但是因为不能够全程 这个配合时间上 这些 所以就 只好 三位 讲起来三位 没有录取 那么 所以他们 这个 这个时间就是说 特别安排在 刚开学之后不久 还没到 进入11月 就开始准备考试嘛 有的 从11月一路考到12月去的 对 那所以我们的课程 就是六周 那么让他们在 真正课业繁重起来之前 就把这个佛学的部分 的基础先打好 那这中间 其实你比如说 禅修指导的课程 我相信对他们的 这种心性的稳定啊 对于学习的专注啊 这是有帮助的 所以我想这个 千年书院也是 其实我已经拖延了一年 一直在找不出那个时间性 后来 我就是听到我们海外读建院 满签法师的这个 就满签院长的一个 他真是提点了我一下 他就说 你这么有心 想要为这些年轻人打下基础 你只要所有的法会活动 你都以这个七年书院 为轴心 围绕着他去办 你的时间才会出来 因为我们的活动太多了 所以他这么一讲呢 哎呀 马上 我记得我们是在 这个七月份到美国西来市 开会的时候 大家工作报告 我们也要报告 但我说 其实多伦多很多的法会活动 大家都说办得很好 我就讲出 我说我们要报告嘛 是因为活动太多 很难整理出来 但我不如就借着时间 提出一个问题 我说 这个七年书院 一定要办 进一步帮他们的佛学打基础 但是我们就活动太多 排不进来 所以才有换来满签院长 这么一句话 那你就以他为优先 其他围绕着他就可以 就这么一来 我下来马上 我用LINE就写给妙让法师 因为他戴签年嘛 那我要妙让法师 我写了八个日期 八周 就从我的手册上 schedule里头 我选出八周 然后要他马上问千年 千年就选出前面六周 就这个时间是 是很短的时间 但马上把它规划出来 当天的那个时间 就已经确定了 就可以开学了 这样 所以因缘到了 其实也很快 是 那也是 怎么讲 要有一种决心 就是说 其实 杜伦多佛光山 活动多 我们法师们 时间也不够 那年轻人也忙 但是大家都有心的时候 怎么样都要争取 所以大家非常珍惜的 那么特别在 多伦多或者说 在加拿大 在海外 我们可以为年轻人 特别 你看 其他的事情 要围绕着他 是 去安排的 就配合他去安排 对 等于是叫 first priority 对 这是排在优先 顺序第一位的 那也是这样子 才排出来 就好像 我看 我们因为下个月 就要 十月份就要回 总本山参加 今年度的 这个国际佛光会 世界会员代表大会 那有四分钟 要给我们报告 就是我们 多伦多的协会 要报告 那 但是 这个秘书长 丽华舌姐 也遇到困难了 她说 我们一年 有三百多个活动 就光是 拍摄下来 在人间卫视播出 都一百多个活动 我要怎么样 去整理这个报告 所以 我还 找了几位跟文轩 拍摄 这些有关的 我们六个人 一起商量 我们特色在哪里 以什么为一个方向 这些 去会商 然后他们试着去做 我可能 再过一两天 会看到 初期简出来的 一个报告 就是 我想 我们真的很用功 也很珍惜 跟大家一起学习 所以 再怎么样 就是 你看 千年书院 也今天开学了 看着年轻人 穿上制服 其实我也觉得 好像道场 也有一番新的风气 年轻人都这么认真 如同你刚刚讲 课业也重 活动也多 对 那他们有些 还是道场的义工 对 那加上 他们又都是这么认真 学习的好青年 现在这个课程 我想他们是珍惜了 所以 这个一年之中 可以排 至少两期吧 就以他们的开学来讲 上半学期 下半学期 像这个 九月十月 来 开学之后 就来这个 千年书院来上课 我相信 对他们学习 也会有帮助 那至于说明年度 第二期在开办 还会再跟他们协商 什么时间 是他们课业 比较不忙的时候 就大家互相配合 也都要积极的 去珍惜它 像您刚才提到 两边都有心 其实我看的课表 安排是很有心的 我想 顾师傅 您不妨再介绍一下课表 我们这个 有听众朋友 肯定是 也有年轻的听众朋友 听到了 也许他明年就有兴趣 也可以 就是说 因为这个课程 我们原则上 它一起一起这样开 这中间 基本上的生活作息 它是固定的 但是其中的一些课程 是会循序渐进 那么第一期 当然 我觉得第一期是很lucky 就是从 比如说佛教历史 它也是从原始佛教 开始上的 但到明年去 可能就印度佛教 又要再往前推 那么要再 跨一点到中国佛教 然后在第三期 要进入中国佛教 比如这样 它就是一个佛教历史 它也会循序渐进 那就是一个佛学 明相 或者常用的 这种翻译 等等的培训 它还是会 第一期 这中间 有一些会新加入 有一些可能到第二期 它已经毕业了 回国了 也说不定 所以这个中间 某一些会有一个次第 但某一些会有新的开课等等 不过中间总是 每一期都会开放 就是对年轻人招生 所以确实您提到的是 可以考虑第二期 第一期是来不及的 所以说这17个人 真是蛮market的 是 他们算第一期的 在学长了 我先讲他们的作息 就是说 刚刚提到 星期六的早上11点 那么就要来报道 那么也是一个收心 就是忙了一个星期了 把心收回来 换上制服 然后再把这个基本的 行仪再复习一下 这样 那么就五摘 在我们摘堂 要过堂的方式 所以大众有大众 吃自助餐的 就是书院的学生 另外在我们的教室 单独还是要过堂的 所以他们还是 比较用传统的方式 不是自助餐了 稍微中午休息 然后下午开始上课 那么佛教历史 佛教名相 学佛行仪 那之后下午的课 就是说有行门的出坡 行堂等等 到晚餐后 也有自修 让他们稍微 这个要好像缓一缓 白天 因为尽量希望他们的课程 在这里就要做一个结束 不要加重他们学校的 这个课业负担 所以会有自修的时间 再复习一下 那么晚上呢 是这个禅修 从理论讲解 一直到实际上的练习 然后晚课 灌习 又自修 然后开大镜 开大镜就是要养习 就是要到了这个晚上休息时间 到星期天呢 早上六点半 早觉 早课啊 做点运动啊 早灾 之后呢 有这个法务 学习 还有人间佛教的著作 学习 之后当然 午灾啦 等等 要去整理 然后退单 基本这是第一周了 其他的时候的课程呢 就除了刚刚讲到的佛教史啊 明相啊 行仪啊 还有这个经典导读啊 法务的练习 另外 有一堂课叫点座 就是 因为我想他们都学生嘛 自己怎么样去煮一点素食 烹饪啊 对 虽然只有一次 就一次上课 不是那么多 因为他们来的就六周 所以要排的课程还真不少 另外 比较跟这个佛学 刚刚已经提到了 那另外有一些是实际上 他会运用的 像这个活动策划跟带领 还有翻译技巧 还有一点音乐 人间音缘 就是也缓和一下 这样 真的是蛮丰富的 所以六周里头 有些课是要持续的 有些是单元的 基本上是这样 希望他们读起来不会太累 我听到反正是觉得是 什么都有 而且是感觉是一种 从一开始入门的基础 慢慢的深入 然后再加上实践 到最后 甚至包括法会的一些 食物 食物的一些运用 都是真的是蛮丰富的 好 我们说到这里 也该休息一段 好 我们等一下再回来 优优独播剧场—— 万法相互缘起 世事不必强求 只要因缘具足 自能水到渠成 您知道密西沙家市 有哪些文化资产吗 好消息来咯 在9月25号星期天 密西沙家文化开放日 将欢迎您一起来挖掘 丰富多元的文化宝藏 多伦多佛光山 位于6525 Milkwick Drive 当天从早上10点 到下午4点 也将全面开放给 社区大众参访 并有专人导览参观 介绍佛教文物 体验禅修经验 查询更多资讯 欢迎来电 905-814-0465 905-814-0465 或浏览网站 三个W.fgs.ca 观音菩萨妙难愁 心境庄严 累劫修 千处祈求 千处印 苦海长坐 渡仁舟 为庆祝观音菩萨 出家纪念日 多伦多佛光山 将于10月9号 星期天早上9点半 至12点半 举行大备颤法会 祈求礼拜广大灵感 观音菩萨的功德 福会增长 风调雨顺 何家平安吉祥 查询法会相关资讯 欢迎致电 多伦多佛光山 电话905-814-0465 905-814-0465 或上网浏览 三个W.fgs.ca 万人广修戒定会 千家长明日月灯 消灾颜寿 常欢庆 增福尽得大地春 多伦多佛光山 将于10月30号 星期日 起见药师法会 祈求药师流离光路来 护有您何家消灾严寿 福会增长 功德回向国态民安 社会和谐 世界和平 近日起 接受点灯功德登记 详情请电 905-814-0465 905-814-0465 或者上网查询 www.fgs.ca 念佛一生 无真无量 以佛一拜 罪灭沙盒 新逢阿弥陀佛圣诞 多伦多佛光山 将于11月10日 至12日 星期四至星期六 起见弥陀佛妻法会 精进念佛三永日 即由念佛修持 增进护法信众 禅尽双修之功德 并祈愿大众 福会双真 过往中清 联品真上 欢迎大众前来 同瞻法意 多伦多佛光山 联络电话 905-814-0465 905-814-0465 或者上网查询更多资讯 chapoww.fgs.ca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亲爱的听众朋友 欢迎再次回来 本期的单元是阅读人间 那么上半段 顾师傅跟我们讲了 说有一个 要阅读很多东西的 这么一个东西 其实主要是有两方面 一个是我们的人间学院 开学了 另外就是青年的书院 也开课了 那么上半段 其实我们主要是 focus on青年书院 因为非常新 其实我们每年的这个时候 这个佛学课程 开课也是很大的一件事 是 坦白讲 我觉得 现在因为说 我刚刚提到 我们的事情这么多 时间也被各个活动 就都好像切割开来了 分割掉了 要不的话 我印象中 2000年 我刚刚才调派来的时候 那时候开始人间学院 我是没有那么慈悲的 就是说 除了农历新年 有停课 还有农历七月法会 梁皇法会 还有我们回山上讲习 有停课 其他全年无休 都在上课 所以现在放暑假 真是 一下放了好长时间 两三个月 过年也是两三个月 我这样看下来 我就觉得说 这个人间学院 尤其是佛学班 上学期 就上半年度 八堂课 下半年度 八堂课 我总觉得 好像这是来怎么样 好像上兴趣班一样的 其实是不够 我觉得学佛 课不容缓 都觉得时间不够了 活在之中 但是我相信 也不是学员 不是信徒的问题 实在是道场本身 还要协会 加上佛光会 这个活动 我刚刚讲 暂据的分割了 很多时间 我们真的可以 把它排出来的 提供大家学习的 变成时间变短 也就那么八堂课 那想想八堂课 如果这个一堂 就是说一周 就是两小时 那么这个八周 就十六小时吗 那上下学期 就三十二小时吗 也就是一年才三十二小时 是 其实真的不多 不多 所以这个 但就是这么已经不多了 所以既然排出来了 大家还是要 把时间就是安排好 那我看同学们 都是很认真 你看几个班 人数那么多 那大家也看得出来 我们真是很认真 你看星期二 从禅修班开始 禅修班 佛光源到场 就星期二 星期四 加英文的 星期三 星期六 其他佛学班呢 星期三 华铁路佛学班 星期四 万景 国语佛学班 星期五 万景 佛光源的 粤语佛学班 星期天 就是 这个 在道场的 佛学班 那三跟六 就是 英语佛学班 那加上 还有儿童 英语佛学班 现在加 青年书院 很 很用功吧 对很用功 而且这个 青年书院 现在是第一位 是 所以他的占有时间 我看是蛮多的 其实 尤其周末 所以我们法师们 大家也是 就是有 有分配好工作 要 当然这部分呢 其实是 带领青年团的 庙让法师 他是一个 连贯的一个 主要的力量 那社教组的 庙目法师 那其他的 你看 这个庙祈法师 庙祈法师 我们都 要配合着 这个课程 去 因为他 你看从早上起床 晚上要挂单 这很多 对 很多细节 那他 这个每一堂课 都有他的中版讯号的 什么时候打板 什么时候敲影庆 什么 都是有时间号令的 那帮助他们 全新 这个投入 那上课期间呢 这个个人的手机 我们会暂时保管的 这个方法好 这个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只有这样子 你可以活在当下 对 这个心不要分到一半 都已经不够了 对 不过这个讲书院 我们还是讲回 这个人间学院的佛学班 对 说到佛学班 我注意到一件事情 就是之前 课表早就安排好了 但是这次 好像一切全都重来了 对 这个也是下了很大的决心 因为其实我们的课程呢 去年的年底 就要把今年全年度的课程都排好 哪一位法师上课呀 什么时候上上什么呀 这样都排好的 但这趟呢 回到这个中本山 我们就是共生法会之后 法师们留下来参加海内外的这个图众讲习会 那么讲习会里头呢 其实我们也每天都可以听到大师 跟我们接心 跟我们开示 那么之后我们还在研读 有一本书 叫人间佛教 佛陀本怀 这本书 也就是说 这个中间我们 传灯会还帮我们安排了 我们的考试 就是考这一本 就阅读 不过它是就是open book 那么就很重视这本书 所以我自己想 我们都要这样子用功 还有这本书那么的重要 我可以讲说 这本书差不多就是佛教的圣经了 我这样子看 如果它等同像圣经那样的分量 讲上他们的故事 许多的这些 那么我们在这个人间佛教 佛陀本怀这本书里头 其实相当于是 我觉得师父曾经 就大师曾经说 过去人家问他 哎呀 你可以介绍我看哪一本书认识佛教 师父为了这句话 这个问题呢 很努力的去要编一本 就是认识佛教的书 但是边来边去 就是一套的佛教 十大册或者十二本的佛光教科书 怎么样浓缩都是这样 但是我看就是这一本 人间佛教 佛陀本怀这本呢 可以讲是跳脱以往的模式 单独的就是把佛教呈现出来 而且也为佛教的传承 做了一个连贯 非常的重要 所以一共有六个篇章 从第一章 这个总说 这一个前言开始 然后到教主的历史 到教主的教导的根本教义 到第四章 就是这个佛教到各国 全球的发展 到这个接下去第五章 就是人间佛教的现况的发展 一直到第六章 就是一个总结 这样整个把它 让我们很清楚 说为什么要人间佛教 为什么强调人间佛教 还有整个佛教的这个脉络是如何 认识这个根本同时 也看出脉络 也看到未来的方向 就是这一本书 所以我想我们必须要 投入细细的去研读它 所以佛学班呢 也带大家看这本书 读书会 我已经通知 也推广了 对 我们47个读书会 全部暂时放下 原本读的 现在就集中 那当然还有个重点 佛学会考 也考这本书 所以其实这两个星期 我记得一个很大挑战 就是重新出题 这个ABC三组 怎么命题 很大的功夫 努力中 希望我们再回总本山 世界大会之前 这个题库要交出来 很大挑战 那我们很紧张 包含我10月中 应多伦多大学的邀请 有一场学术会议 我要去做一个发表 我就是要讲这本书 所以我很希望我们听众朋友们 也听了这么几回 我这么强调 记得这本书就叫 人间佛教 佛陀本怀 那么在大陆国内也发行 那么多了两个字 它叫人间佛教 回归佛陀本怀 那个就简体字版 繁体字版 就是人间佛教 佛陀本怀 对而且像我 根据我的经验 我很多以前的一些朋友们 就说佛教 这个佛经 好如烟海 想入门 不知道从哪入手 所以如果有这本书 我想以后 我一定会好好看看 然后尽量去推荐 他们读这本书 是是是 有繁体字 有简体字 还有英文的 那么当然大量的结缘书 就是说要用作结缘的 我们应该 像因为台湾台风的关系 货柜会延迟将近一个月 所以大概到12月份 书才会到 但要应付提供给我们 佛学班 佛学会考的人 其实我们实在不能等货柜了 只好用邮局空运过来了 那么应该是10月初 9月底10月初要到 大家密切注意 这个就是先寄到的 你来就先领取 当然我们会以佛学班的 学员还是优先的 是是 好 说到这里 我们的节目又 不知不觉又到了 最后一点时间了 这一点呢 要留给一首歌 特别推荐一下 这人间音缘其中一首歌 我们是选择一片CD叫快乐送 那个送是歌曲的 那个英文的SONG 叫快乐送 那么其中的一首呢 叫生命可以不同 但是我们的佛光千年 他们自己写词啊 作曲啊 所以中间有一点很 还蛮温和的 也是rap 这样哦 对对对 那我为什么选这一首呢 他歌词的那个前两句啊 我就觉得 我们都开始学习了 生命确实可以不同 这首歌就叫生命可以不同 他的歌词啊 说厌倦了生活的平庸 我想让自己有点不同 所以来上课吧 是我想有佛法 这个生命可以可以不同 那么就用这首歌提供给大家 好 那么伴随着永远的歌曲呢 我们的这次节目呢 也告一段落 在最后呢 我还是公布下 我们的联系方式 我们的电话是 905-814-0465 905-814-0465 我们的网址是 www.fgs.ca www.fgs.ca 好 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 也谢谢顾师傅 我们下周再见 厌倦了生活的平庸 我想让自己有点不同 想邀请你一起行动 寻找种隐身让人感动 对生命真实的触碰 抚平我对未知的惶恐 应付在生命中摇动 催促我们几颗心动 唱着温暖歌声 释放泪在自信的光芒 火出三号精神 成就心悦 生命的色彩 点燃自悲心蛇心 绽放自在身心的力量 创造出和谐的音符 公布人间幸福的乐章 你是否跟我一样 想要一点点不同 跟着音符跳起舞步 点亮眼前蔚蓝天空 自在旋律下 舞出我们年轻的自由 欢喜你所爱的我 遇见生命无常触碰 打开双眼张开双手 放开吧让情迈向 无所畏惧的感动 改变就从内心开始 只要你相信 充满勇气梦想 就会跟进三号一四 给开始不同的生命 对生命真实的触碰 扶平我对未知的惶恐 应付在生命中摇动 催促我们几颗心动 唱着温暖歌声 释放内在自行的光芒 我初三号精神 陈旧喜悦生命的色彩 天然自卑喜设行 绽放自在身心的力量 创造出和调 创造出和谐的音符 我初三号精神 我初三号精神 陈旧喜悦生命的色彩 天然自卑喜设行 绽放自在身心的力量 创造出和谐的音符 公布人间幸福的月照 创造出和谐的音符 节目由多伦多佛光山 佛光会共同制作 佛光山佛光会 与您一起共创幸福人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